中萨钦哲人波切 无法帮助别人的内疚感 你会能够因为不能帮助到别人而感到内疚 这是好事 这是非常稀有的珍贵念头 请维持这样的想法 我希望有更多人能这么想 如果我们之中 有些人能够因为不能助人 而确实感到内疚 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然而帮助人 帮助是非常主观的一件事 而且也确实非常困难 唯有成为圣者之后 才能真正知道别人的需求 预想等等 所以只有出地以上的菩萨 才能给予人真正的帮助 这实在很困难 像是你好心给别人的良药 却可能引起大问题 所以你能够做的最好事情 就是祝福别人 其实在佛教中 特别是在大圣佛教中 有特别修持祝福的法门 所有的法院都属于这一类修持 不要轻视这种修持 它的威力非常强大 我曾经研读过好几年的中观 英明 波罗 波罗 密多等等 他们听起来都很令人赞叹 符合逻辑 可是谈到实修的时候 祝福或法院 是我唯一真正仰赖的法门 我们来定义一下 根据大圣佛教 祝福是什么意思 它必须是 关于用某种方法 让你自己和另一个人 了知实相 你祝福别人长寿 是为了他可以用某种方法 了知实相 或者有更多的机会 了知实相 不是为了让他可以吃 更多的汉堡 而愿他长寿 如果是为了吃更多的汉堡 那还不如短命一点好 祝福应该像这样 愿某人远离病痛 从而以某种方法证的实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